2024农历新年将至,香港大街小巷充满年街氛围,不少旅游景点、大型商圈及地标建筑物旁都布置了具有龙年元素的洗清装置,吸引大批香港市民及海内外游客慕名打卡。 被称为大馆的香港中区警署建筑群,是旅客打卡的热门地。 春节期间,龙之歌立体光雕头影在这里呈现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虽然细雨萌萌,但已有不少观众打着雨伞等候演出开始。 随着一声龙啸,一条五彩巨龙跃陷于历史悠久的营芳大楼。 演出结合传统广东说唱与现代音乐,引领观众在山水、古书、图腾与城市之间寻找龙的身影,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。 来自北京的黄女士告诉记者,今年她特地带着一家人来香港过年, 市场富有龙年元素的光影演出,让她感到震撼。 它整个场景都特别让人震撼,然后小孩也特别喜欢。 我们也看到香港一些关于龙的这种民俗,然后当时孩子特别惊喜, 因为它那个秋季进龙的时候,它是要在那个龙的上面点香的,而且还是很不错的, 就是它那个文化气息特别浓。 除了新春主题灯光演出,象征着红红火火的灯笼也是过年期间必不可少的中国元素之一。 记者在立东街看到,短短200米的街道上方打造成了一片新春的灯笼海, 而在街道的中庭更有一条金光闪耀长达8米的巨龙装置, 引来不少外国游客前来拍照。 我从美国,我从香港到楼上星期间,所以是星期三天,所以两半天之后, 我现在已经准备了很多各地区间,享受中国新春的新春, 然后全部东西。 两天前来我曾经在大陆的竹子,在康尾巴, 也很大很长。 其实,这是我的最喜欢的。 你喜欢这些东西的鲜,和中国南向。 是的,很棒。 我来自英国,从Strasbourg, 我来到了香港早上今天就来到了香港, 作为香港的地标性建筑,尖沙嘴中楼旁每年都会摆放各类年节装饰,今年的迎春装置是一条挂着云霄灯笼,在碧波之上徜徉的大青龙,不小心人驻足观赏,香港市民都会摆放各类年节装饰。 林冠先生说,自己很喜欢和龙有关的春节元素,他希望所有人在新的一年礼斗龙马精神,生龙活虎。 我觉得都喜欢的,因为就是予以一个长寿,和这个今年的龙年龙马精神是相称的,就是趁起了一种活力在那里,就是予以住一种生满的一种气息。 祝大家龙年快乐,龙马精神,龙年达达。 刚好发贼? Happy Chinese New Year to everybody? Joy Nouvelle Au Chinois, it means Happy Chinese New Year. 龙年之帝也祝香港各位市民,以及外接同地方的游客,也祝愿他们今年龙马精神,生龙虎。 祝愿香港的未来,恩恩向荣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